建筑文除了水果榴莲等农业资源比较丰富以外 靠海渔业资源也有另外就是最重要一个产业 就是这个宝石 建筑文这里这个宝石也是整个泰国 或者说整个亚洲非常出名的一个原产地之一 但是现在的话它主要都是产黄宝石比较多 黄宝石跟那个绿宝石 红宝石都是主要产自于周边国家 像缅甸啊非洲啊来的比较多 但是红宝石还比较漂亮 然后这个黄宝石特别多 这个紫色的应该不是当地产的 没有看到绿宝石啊 这个是有绿色的也很漂亮 刚刚我们在路边摊问的价格是一克拉 大概30到50株吧 那个是水晶是吧 这个宝石是怎么计价的 刚刚我们问的是有的一克拉卖20万株 对吧 20万泰铢一克拉 这边就有这个说明 有一些名字 中文不太好翻译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猫眼石 做人丑犯那种呢 虎眼是吧 虎眼感觉很便宜啊 一串虎眼才200多株 对吧 才50块的人民币 好便宜 这个玉石应该不是当地产的吧 这应该不是 应该是缅甸的吧 这个很漂亮 亮丁丁的 小颗小颗 还可以把它调成这个观音 泰国很多人新观音 所以说牛肉很难卖 新观音的不吃牛肉 专业鉴定 买了之后就在这边现场 直接可以专业鉴定 给你出个证书啥的 你的工具可以现场加工一下 这还有那个星座 星座这个 你是什么星座 然后就买什么样的宝石吗 是这个道理啊 它有生成石 每个月的生日都有代替 不同的宝石的新品石 问沾谁冷 周一的话就黄色 原来宝石跟风水还是有关系的 这每个星期都有一个颜色 这个可以现场加工 走 看一下 做成这个街是很漂亮的 这边这条街就是建筑文的一个宝石街 平常是周五和周六人最多 大概中午以后吧 然后今天礼拜天反而是人很少的一个时候 基本上摊位很多都封的 所以要来这边逛宝石市场 就要在周五和周六过来 然后大概中午之后这样子 这里面很多很多摊位 然后这些是珠宝店 里面有空调比较凉快点 那边的话都是在街边路边摊 就会比较热比较晒 这个在建筑文市区里面的一个宝石市场 应该算是比较集中的 那边里面都是那些摆摊的 一个桌子一个凳子就可以了 感兴趣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 泰国路边摊 卖宝石收宝石的感觉 这一家还有点中国特色 中文 估计是当地华裔派的 这个秃子盒都这么有特色 一个字 绝 这个店东西比较多 好多手串 它的浴室戒指 这个戒指不错啊 很漂亮啊 一个多少钱 好吗 好 他点的有 这个店果然是个华裔老板的 他可以说中文 但今天那个老板不在 3900泰铢吗 那还好吧 开价3900 然后他主动让到3500泰铢 大概700人民币 这个是当地产的黄宝石 然后这边很多非洲来的 所以说你要买当地的话 就要选这种黄宝石 绿宝石 这边说保真保质 待会我们去矿商里面 我们自己挖一点出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保真保质 这个也可以 因为加工过得比较漂亮 这个它叫做蓝宝石 但是看不出来蓝色啊 也是本地产的 这个7900泰铢 大概1600人民币 当地产的这个生蓝宝石 海洋之星啊不是 旁边是用那个银座的 银座的一个戒指 然后相当这个宝石 主要就是产着几种颜色的宝石 其他这种红宝石都是背作来的 这里就是一些原石 原石的一些食材 玉石宝石的一些原石在这里 可以打包按金买的 这不是按克拉的 这里有写15株一克了是吧 200株一颗 然后这个也是200株一颗 这个500株一根 好大 这么大 哇 这边好多啊 这边就是一些加工过的产品 这个是100株一个 可以挑一挑找一些好看的 你看这个挺漂亮的 100株 这些都碎的 这得有经验的人来挑才行 不然的话 就是买了块石头回去 你看这个里面 把它加工一下 可能还可以做出一些 比较好看的在里面 有点像缅甸独育 这些都水晶吧 要打磨 300株一个 这到哪里都能看到 我们中国的手脚啊 真像世界各地 在天主闻这个珠宝交易市场 这边都看到广东省御石 珠宝要做勇气 不得了 这什么行业都有中国人做 华泰珠宝 门口晒的这个衣服 好像跟这个珠宝不带协调啊 小巷子里面也挺多的 都是珠宝交易公司 上班了上班了 这个街刚刚来的时候 人还很少 现在基本上都很多人了 这些都是收宝石的人 一个桌子一天200株 坐这里面收一天 然后那些背包的 都是送宝石过来的人 然后坐在那里的话 就是收宝石的 有我们中国人 然后有一些印度人 一些泰国人都有 这个是一个路边摊的 宝石披发市场 收购市场 这个旁边就是卖菜的菜市场 卖彩票的 啥都有 很有接地气的感觉 OK 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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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